哈囉 各位兄弟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是老頭 歡迎回來方舟普里亞神話模組 那我們又再度回來這個神話世界了 本來方舟已經很豐富了 這個內容 內容已經很豐富了 但是呢 裝上了這個普里亞神話模組之後呢 更添色彩 只能這麼說 更添色彩 然後你們看到這一隻 這是怎麼唸 Holoku 應該叫Holoku吧 H-O 應該是唸 O-R-H-H-H-Loku 是這樣唸嗎? 不管了 他感覺看起來像一個雕像有沒有 其實他會動 只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突然這樣靠近看他好像是一隻雕像的感覺 沒有呼吸感啊 這隻做得有點 石板喔 為什麼會有這一隻呢 原因非常的簡單 他自己跑到我們家裡面來 然後我就剛好一靠近他想說這隻是什麼龍 結果他居然要餵大腿肉 馬上就抓到了 這隻好像我們沒有抓過吧對不對 我看一下齁 目前稍微觀望 左邊沒有相同的生物 那隻應該是新的啦 對阿 這邊沒看見 這邊沒有看見 對 都沒有看見 好 那應該是新的 我今天有一隻跟他長得很像的那隻在哪裡阿 不知道跑去哪裡了 算了 不管了 幹嘛突然拉死阿 好好笑 嚇一跳 好啦 那我們今天要幹嘛勒 呃 我想一下我們今天要幹嘛 阿對 之前我們呢 前面幾集全部都在逛空島嘛 對不對 各位看一下這個地圖 都在逛空島有沒有 左邊那個空島 好 這次呢 我們要去火山島 火山島 火山島 沒意外的話應該是 我的那個 人物的那個中指 跟無名指 還有小指的那個方向 我現在才發現原來這個 方舟生存進化這個 原始人的手指做得這麼逼真 呵呵呵 你們有沒有發覺我現在才發現 平常沒注意看現在看見好像真的手指喔 好 這不是重點 那我們今天呢 要去那個地方設下傳送門 在那邊看一下有沒有新的東西 好 空島的話其實我覺得我還沒有全部灌完 但是呢 我想要先去火山島 好 就讓我先去一趟吧 反正呢 那邊一定 會有很多東西讓你們看的 我覺得啦 如果沒有的話呢 好 老頭就在找嘛 對不對 不要任性 好 你們不要任性 好 講得好像我任性一樣 好啦 不要理我 然後呢 接下來開始要取名字 那我看到下面很多人留言 哇 這個留言真的是一大票 非常感謝各位踴躍的參與喔 那一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呢 或者是之前的影片記得回去補個讚 然後呢 以及把它分享出去 感謝各位 那我大概抓個幾個 取個名字好了 像是這一隻 有人說這隻叫做黑鑰匙 黑鑰匙 抱歉 忘記了 我去看看 叫做黑鑰匙什麼 哇 我沒有去抓耶 反正好像是叫做黑鑰匙爬行獸吧 還是什麼的 不管了 但是有人說 老頭 你不覺得這個 你不覺得這隻長得很像某一個漫畫家畫的東西嗎 伊藤倫厄的魚作品 伊藤倫厄的作品魚 我覺得還蠻像的 所以說老頭呢 決定了把它取名為伊藤倫厄 魚 伊藤 伊藤倫厄 伊藤倫厄是 專門在畫那個恐怖漫畫的喔 那 他的這個畫 畫 那個作品呢 有好幾部 基本上都是經典 老頭是沒有全部看過啦 唉唷 鬧鐘 笑一跳 伊藤倫厄的作品 先等我把它打完 總而言之 總而言之呢 他的作品呢 我覺得小孩子不適合看啦 如果你們年紀輕輕 想要嘗試刺激的 要去看就看吧 反正網路世界神通廣大 我們也沒辦法阻止你 看了之後不要晚上睡不著 怪我們就好了 那是你自己的問題 好了 那我們已經取名了伊藤倫厄的作品 魚之後呢 我這邊還有另外兩個我想取名字喔 個人覺得蠻有趣的 就是呢 有人說 老頭可不可以把那一隻能輔衝 上一集能輔衝的飛龍取名 叫瘋飄龍 因為他剛好也是兵屬性的很像 來來來來來來來 OK 沒問題 No problem 這一隻吧 其實這一隻 還蠻像風飄龍的啦 可是 其實你們知道嗎 風飄龍其實是比較屬於鳥龍種喔 可是這是龍喔 這是屬於 這個比較偏向於 龍獸種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啦 欸不是啦 獸龍種 欸不對獸龍種是爬行的喔 這要怎麼去稱 飛龍種喔 這可能有點比較像 取向像那個 熊火龍跟磁火龍那種類型的 不過也沒差啦 反正我們就取一下名字好了 我們就叫風飄龍 就這一隻嘛 這隻會俯衝阿 風飄龍 風 飄飄飄怎麼打 1 2 3 4 5 1 2 3 4 5 6 這個飄這選字 輕飄飄 不是我要這樣打 你知道嗎 他真的沒辦法這樣子選阿 我飄是不是打錯了 阿 飄泊 也不是這 飄泊 要打這個飄才行 好 風飄泊龍 非常好 好 重新以後就叫風飄龍了 OK 我們又取了一個 我們再取一個 老頭又有找到了 有一個叫做 我看到有兩個人說老頭 可不可以把這個素人取超齡老木 不是在罵人喔 不是在罵人喔 就是年齡很高的老木頭 然後呢 又有人說可不可以叫格魯特 格魯特沒有意外的話 應該是那個叫什麼特攻隊的嘛 對不對 那我們來取一下名字好了 趕快把它取一取 我們就可以走了 你看我光是取這個名字 可能就花了兩三分鐘了 所以說一集不能取太多名字 不然真的是整集都在取名字了 超齡 齡 齁 這個不能選字好討厭喔 超 年齡 老木 齁 格魯特 歐耶 齁 取完了 OK我們可以準備出發了喔 不過在出發之前呢 各位不知道還記不記得 我們這個上一集呢 有找到一隻死 呃不是死神 我們上一集 有在外圍看到死神國王對不對 我們今天來抓一隻好了 然後老頭也充足了我們的麻醉牆 基本上應該是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來來來來來 我們的死神獸哪裡沒去啊 直接把他拉過來 嘿嘿 強制傳送 歐耶 我們來看一下喔 死神國王跑去哪了 來吧 死神國王來吧 我們來抓你 哇賽 那邊一整群各位看見沒有 他們都發了一堆 用蛋蛋攻擊 喔 夭壽喔 他上面寫說什麼東西 泰阿 雷明 雷明泰 是什麼意思啊 每一個都是雷明泰 等一下這個該不會是母后吧 就是時間到之後他會注射在人體身上 然後都生小寶寶 我看一下他是不是野生的啦 如果是標野生的那基本上是能抓啦 好不好 這傢伙是野生是可以抓的啦 好不好 只是怎麼抓就不知道了 不過他們現在尻起來了 我們就抓這一隻 看起來比較 落單的 咱們抓就是落單的 然後 我想一下齁 有有有 暈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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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這個 還沒有過來之前 先把他弄暈 該死的傢伙 不要殺他 走開啦 白癡喔 結果不能 不能抓 可運不能抓 太小 我的肉 沒隔肉去哪裡了 我的肉咧 喂 我的熟肉還來啊 欸等一下 他跑去哪裡了 我的東西又被偷啦 到底 走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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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我的熟肉又沒了 打工那邊偷 我的熟肉就肉啊 我還有啦 你就不要在那邊偷 喔 幹什麼東西 滾 欸啊我們吃救獸咧 在那邊 基本上不能用暈眩的話 那我們直接就是 徒步前進吧 慢慢來慢慢來 這麼的危險 我看一下 我們應該是弄到一隻 但是剩下落單的狀況之下 就是 死神國王落單的時候 再去抓 好 我們看一下有沒有落單 可能目前看起來 像是沒有落單的樣子 來來來 我們現在冒著生命的危險 往前衝 不是這一隻看錯隻啊 哇 這樹人在跟他PK 啊被彈飛了 不行不行不行 這個到底要怎麼抓 我頭痛欸這一隻 哇 樹人要死了 這個要怎麼抓 射暈又不行 哇 他放這招好帥啊 他這個傢伙不吃熟肉吧 對不對 我看會放一些奇怪的東西 在我們的道具欄身上 這個嗎 這不能放啊 那應該不是吃這個啊 誰咬我啊 我怎麼又下雨了 OMG 我們下來 我們下來 欸我會死欸說真的 欸這邊怎麼會有一個白癡啊 哇 哇 我現在上來了 太危險了我的天啊 唉唷 唉唷 煩死了 感覺不太醒欸 我說真的 死神國王沒辦法抓啊 但是他是野生的啊 他是可抓吧 只是 他的管道不一樣吧 這什麼鬼東西啊 哈哈哈哈 抱歉啦 你這樣子誰嚇到我啦 好吧這樣有點尷尬欸 這死神國王沒辦法抓 靠近他也沒有顯示就是 也沒有顯示就是那個怎麼講 可馴服的那個顯示啊 也沒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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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再來看一次 沒有顯示 完全沒有顯示 算了我把他弄死我不管了 好啦我們已經到了齁 就在這個前面 你們看到這邊有個岩漿有沒有 有一條岩漿的這個河 這個岩漿河流 這就是我們的活山島 我們來這邊看一下到底有沒有 有沒有新的東西啊 因為畢竟這個地方也算是一個經典的一個地區啊 我看到了這個 這個英文名字應該是模組的東西 然後呢 哇這邊還有看起來好奇怪的飛龍 然後可是現在下雨視線有點不佳 這是什麼飛龍啊 火焰飛龍嗎 還是鋼龍之類的 好啦先往飛過去看一下 我們找一個地方架一個傳送門 這個地方適合架一個傳送門 下面也有死神國王 我剛看到那個炮了 這邊怎麼會有一隻 殭屍飛龍 被堵了 先把他弄死先把他弄死 暗眼的傢伙 來傳送門先蓋一下齁 然後叫做 這個叫火山島 好我們到了這個地方了 非常好 之後來這邊就方便多了 來來來我們下來看一下 這周遭有什麼東西 這邊剛剛有那個黑暗 這個什麼黑暗士兵 還什麼黑暗騎士 然後一堆國王在這裡 然後這隻我們也有了 我們看一下上面 這什麼東西打成這個樣子啊 哎呀 我看到新東西了 我看到新東西了 在下面 很像螳螂的東西有沒有 哎呀雨停了 我先把這個弄死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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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現在什麼情形 你是要我抓你的意思嗎 也不是不行啦 但是你這樣突然讓我落馬了 叫我情何以堪呢 幹什麼東西 會讓落馬 你怎麼做到的 啊那麼厲害 啊我們看到 哇這什麼東西好大隻啊 而且那隻發光的應該就是 團隊裡面等級最高的吧 沒有錯 這個該怎麼做呢 我們去抓那隻吃12等的 你們說好不好 把這兩隻咬死 嫩 哇螳螂蜘蛛欸 感覺很厲害的樣子 來 野生 就要把他射暈 先射暈再說好了 不管 林北就是要先幫你射暈 好 下面那隻獸人 你在幹嘛 不要上來喔 啊不要上來喔 乖乖聽話 應該是不會怎樣 哇這是巨大螞蟻吧 這長得像螞蟻 又不像螞蟻的 來 你吃什麼 吃硫磺嗎 對了上一集呢 有人說我們之前抓的那一隻 發動他就需要消耗硫磺 才可以發射那個火炎蛋的樣子吧 我們這邊剛好有硫磺 我們把那個什麼什麼東西殺死 就拿到硫磺了這樣子 你吃肉 應該是吃一般的大腿肉吧 大概是這個 沒錯一個就站起來了 下面 不要把我推下去拜託 哇 我們現在沒辦法動了 我們現在等他的那個 等級提升點一下負重好了 不然我沒辦法沒辦法騎 我都根本就一醒來著的吧 你看 六顆眼睛 他的嘴巴看起來像是 不好意思說 危害羞 這麼銳利 嚇死人了 等級升級了 點一下負重 哇 來吧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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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挑啊 在那邊 來啊 你給我出來喔 喔 攻擊力高 我被反制了 我被反制了 去死 去死 喔 搞什麼東西 剩下點攻擊力 這個應該是屬於螳螂種啊 我覺得 看他的外型應該建模是用螳螂做出來的 我是這麼認為 應該是用螳螂做出來的 我先讓他回血一下 很怕他不行 OK 然後 後來沒意外 他不能裝武器喔 可以耶 怎麼又不行了 一下殼一下不行 這樣子 他明明就有顯示 騙人 算了 我以為他像螳螂一樣可以拿武器這樣子 他的右鍵居然是用他的小尾巴搓人 還沒有吸箭喔 有點可惜耶 然後我們這邊有一個什麼 死亡騎士嗎 不是槍啦 走開 好 在這裡不要動 不要跟來 先讓你吃一下傳送門 以後方便傳送 原來那是他召喚出來的 這傢伙會召喚啦 媽媽咪啊 哈囉你好嗎 中心幹線 欸他還蠻帥的欸 可是他怎麼顯示磁性 原來這是女的喔 女的 射不暈 我放棄 對不起我錯了 不要殺我 不要殺我 就跟你講 不要殺我 是聽不懂是不是 弄得我都快死掉了 老天啊 真的很痛 差點死 好險 這隻還不錯欸 我們還沒有試過他的右鍵齁 可惡 他沒有一隻霸王龍 試刀一下好了 只是要走非常遠 有點有點麻煩 這好像打那個人類給的這個元素礦石阿 我們留著 都留著 這個重要素材 那感覺像是人類心臟之類的 為什麼會有金屬錠阿 打剛打誰掉金屬錠阿 一個人類給金屬錠阿 這麼厲害 來 讓我們戳一下 讓我戳戳 嗨 你好 嗚呼 嗚呼 被鋼了 有沒有 喔 其實戰鬥力還蠻猛的 說 比較可惜的就是 走路太慢了 我發覺很多生物都這樣子欸 走路慢 但是攻擊力不錯 那邊有一隻很像火炎龍的 外型不錯 我還蠻喜歡的 看看有沒有把他弄個勻之類的 喔 完蛋了 那邊又一隻 你想幹什麼 看了他不想幹什麼 射得到嗎 遠遠射好了 反正我們只差那麼多 有欸 掉下來了 嘿嘿嘿 哈哈 隨便射隨便中阿 欸 我怎麼那麼強阿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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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